大家好,繼續回到我們的 有問必答環節身邊嘉賓 換來有耀才晶圈研究部高級分析員王偉豪 Raffi,你好 你好 先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恒指報在27,431點升28點 國企指數升37點至14,011點 大市成交到927億多 看看上證指數的情況 現在升上來 升1點至4,402點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可以打電話問股熱線204-5566 或電郵給我們askfdschannel.com 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有一位劉先生想問一隻2727 上海電器 都看到他在8元的位置買入了 想問短期的上網空間究竟有多少 他問其實炒完美的 應該怎樣去繼續部署 上海電器部在7.8 跌近3% 8元左右就有貨 都要捱少少價了 怎樣看前景炒完美呢 當然你說炒完美就看你說是炒什麼 當然你說以這幾天來計升上來的主因 其實都是炒一些比較短期的因素 譬如下星期回來 又有內地方面A股 純核電的股份上市 中國核電 而且接下來也會在內地開中國核能的大會 變相這些因素之下 令到相關核電股 這幾天上來的 如果你問到這個因素來計 我覺得比較短期來說可能真的叫炒完 所以你叫今天開始 其實借小也有個回吐下來 但如果你真的在另一篇商 問一個所謂中線的因素 就是核電的重啟 或者內地的核電的發展繼續走 我覺得這個因素還未炒完 所以好看你說哪個因素炒完美 除了這份暫時計 短期因素炒完之下 我相信股價的確會反覆著 但如果你8元邊有貨 而你亦是想拿個中線的部署的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急 因為短期因素炒完就馬上走貨 反而我覺得你可以先看看 起碼即使來說 7.4這大位 我覺得只要能夠不跌穿7.4 其實那個問題真的不太大 我覺得你可以保持它 甚至乎等我股價整過完之後 我相信絕對有機會上分8元樓上 只要今次能夠站8元樓上的話 其實中線來說 要挑戰之前9個多高位 我覺得機會性還是比較大 所以以前景上看 其實我這還是比較樂觀 嗯 好啊 希望可以解答家庭觀眾的提問 暫時先跟進到這裡 各位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可以繼續傳電郵給我們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 接著也談談個別股份的情況 看看1515 鳳凰醫療出了一些消息 就說到要減派末期息 減少12元 也看回就說 用來應付未來潛在的交易 以及發展儲備更多現金 大概就可以這個舉動 可以節省現金樓減少1億元左右 不過其實情況是不是會是差差的呢 因為你派息其實都是很吸引股民 現在末期息要減少 就是12仙這麼多 看上去數字都挺大 本身以鳳凰醫療來計 其實就之前出傳聯業績的時候 說到他們接下來都會派好七指 港幣的一個每股的股息 但是去到剛才中午收市之後來說 除了大家留意廣告業績之外 其實都看到鳳凰醫療突然公佈了一個公告 都說到調整他們去年全年的股息牌送 剛才說的每股毫七指 就落到每股五線 變相減的幅度 每股少了毫二指 而減幅也達到71%左右 變相減少的確一定不是那麼好 因為很多時候股息派與不派 或者派多少都在業績上會說 但反而這一句又不是公佈業績 但無端端就這樣說 減少派息自然看法上還是差 而且你也看到這次減少派息 當然是為了自己說到 為了未來的潛在交易 以及儲備是更多的現金 因為回到去年年底 他們首持的現金等值大概6億左右 變相這次再減少了派息之下 其實未來可以令現金流的流出 減少多1億 變相也有利益持多現金 這樣說是對的 但我覺得這樣看 如果你由之前公佈業績 大家知道去年年底的業績 就是今年3月份公佈 3月份當時也說派銘七指 但到現在5月可以說中 就立即有減少 變相都是時間兩個月左右 你都可以變得這麼明顯 自然有另一個角度 就是給大家 特別是股民或股東 都覺得在你預算上看 其實真的不是太理想 如果你真的要貨利收購 貨利交易或潛在的一些東西 沒理由兩個月前 你沒想過現在才來做 變相一步一步向前走的看法 似乎令到大家都有些卻步 表面上整體來說 的確是比較負面一點 說表面上的確 在這次宣佈完這個因素之後 回來的股價相對做得比較差 我也很相信 當然前景上說 鳳凰醫療是好的 特別旗下經營的一些醫院 無論是自己經營的 或是幫人管理的醫院 其實未來都蠻懂得到國策的因素 但始終這刻派送少了的時候 我相信股價短期會再震一會 特別這刻來說 可能都有條件 試試大概50天線 14.3左右的水平 可能才會停一停 所以暫時這個價位 我建議大家先稍微觀望 好啊 暫時報在14.72的鳳凰醫療 跌跡近2% 要留意50天的移動平均線 好啊 接著有家庭觀眾打電話來 電話旁邊有鄭先生在這裡 鄭先生你好 鄭先生你好 喂 是 你好 我想問那隻6839雲南水母 是 我想問這隻抽不抽得過 嗯 還有它和比你那些 北控水母那些 是否有甚麼分別 或者整個板塊有甚麼問題 嗯 好啊 先說謝謝你 好啊 跟進回這隻應該是新股 看回639雲南水母投資股份 主要都是從事水母供應 大概支股日期 就是從今天開始 就去到5月18日 怎樣看回相關板塊 或者這隻的股份 本身有抽不抽得過呢 當然按照概念上說 其實是OK的 因為始終它本身就 真是以它的名 譬如雲南水母 當然它一來從事污水處理 以及供水 最終的服務為主 而它主要的集中地 真是雲南方面 變相概念上說 其實是OK的 因為雲南附近一帶 其實可以配合得到 就是所謂中央一帶一路的政策 而且以國內污水處理的問題 其實都挺嚴重的 所以變相 這兩樣因素來看 其實對公司本身的 就是業務上的一個幫助 我覺得是有的 而且以雲南水母 在雲南當地 佔那個污水處理 或者供水的設施的處理量 其實都佔了當地市場份額 2.6%和6% 也不是一個太小的公司 就是在當地來算 當然很難和一些全國性的公司比較 變相這樣說 我覺得就不是太頑皮 但是唯一的問題 就是它本身的集資 因為其實這樣說 它這次集資 每股暫時是5.8元左右 總共集資是14億多至16億多 當然不算很大 但是對比近期 譬如滴達這隻新股 叫做這麼小的來算 它又比較大 變相以炒美上說 好像又不是太夠的 所以我覺得未必 上市那一刻即時會有太勁的表現 但是我覺得慢慢來算 可能會做好一點 所以要看一看 就是你本身的補助想怎樣 如果純粹想駁一個新股 可能一兩天就走的 我覺得你可以認夠的 但是就少少地試一試 只要一兩手才走的都無防 不宜拿太多貨 因為我怕可能一兩天抽完之後 會回得下 然後慢慢慢慢再動都不及 所以要留意這件事 純粹以新股角度來說 我覺得可以抽 但是就少少地試一試 暫時就不是太大事 即是事內先 嗯 好啊 看看那個招呼價 就介乎5元至5.8元 可以留意鄭先生 希望可以幫到你 聽完就是下位家庭觀眾 劉小姐電話 劉小姐 你好 是 你們好 你好 是 想問甚麼部分 我想問139 沒有貨的 現在入不入得 好 劉小姐問的就是139 還有個931 是 931 好 兩隻都沒有 931 四個一毫子有 是的 好 看看139 中國金海國際報在7毫4 升超過2成1 這隻股份今天都是升幅網上 排行頭10位 上午來說都升了不少上來 都看回他們出售北角的商用物業 套現就是4900萬 另外 如果看回另一個消息 就是MSCI 一個小型股的指數上來說 都看到 接下來會納入指數上 即香港小型股的指數 新增19隻裡面都是其中一隻 會否可以看好接下來的表現呢 如果以這刻來說 當然今天藉著MSCI 所謂的納入推動 而炒上 但你說值不值得再去追 我暫時真的不是太建議 因為如果以這隻世界股 今天升級這麼急 其實意味著 接下來短期 如果沒有再做一部好的消息推動 可能回的幅度都比較快 所以我暫時建議先觀望 反正你真的想尋找 等我股價 如果真的有機會落7毫子留下 你先稍稍稍稍試試 但要健健一點 以6毫子做指示位 我覺得到時穿上這位置 怎樣都一定要指示先 然後翻到上面來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借助勢 试试大约8.5指楼上的水平 另外问货931的中国天然气日报 在2.1升超过2% 应该在之前的高位 就是持货4.1的位置 如何去够处 如果持货4.1有货 现在都是2.1 但仍然差7.5元 的确可以做的不是太多 短期来说 勢我相信有机会借势上一上 特别沿着天线上 挺不错的走势 当然机本面我自己一般一般 纯粹要记住什么去看 看看这一阵是否能够 站在天线2元边楼上走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有条件试试4月高位 大概2.44左右 我建议一点逢高 考虑减减减磅比较好 好 暂时先跟进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到你 刘小姐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Ruffy说的股份有哪一支持有? 也没有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直播环节